您想知道这南云上青天的蜀道究竟有多难吗 卢森堡的哪种旅行体验最富古 如果大家有机会真的到卢森堡去的话 一定感受一下当回贵族 当回宝主 城市一对一 中国的蜀道重镇广源 对话西欧的直布罗陀卢森堡 为您讲述两座古城的故事 城市一对一 发现城市魅力 观众朋友们大家 欢迎您做客本期节目 我是主持人孟盛南 今天要带大家到广源和卢森堡两个城市去看一看 为您请上两方嘉宾 他们分别是广源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杨柳 还有北京电视台的潘磊 刚才有起二位 因为这两个城市的美景都非常的有特点 所以我们今天的旅行自然要从美景开始 先去广源看一看 摄像老师好了吗 大家好 我现在就是在广源市的南山上了 这座城市空气比较湿润 所以咱们的摄像机镜头上都有一层薄薄的雾气了 但是清风浮面非常的舒服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可以一览广源市的全景了 虽然说雾气比较大 但我依旧可以看到绵延的群山 还有嘉陵江水穿城而过 这座衣山傍水的城市还有着川北门户的称号 那么究竟在这座城市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跟我出发吧 广源位于四川省北部 是一座拥有着四千多年历史的古城 走进广源 嘉陵江畔的千佛崖 蜀国第一县昭化古城 这些巴蜀文化和三国文化的精华 都是您不容错获的景致 而让更多游客认识广源的 要属诗人李白笔下 这南云上青天的蜀到了 这条古石由成都通向西安的道路 全长约四百五十公里 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而在广源境内的蜀道 长达二百七十多公里 是保存最完整 保留文化要素最充分的一段 我们的记者在这蜀道上 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将军 魏国大军已向我方前来 你们都给我退下 待我杀他个片家不留 是 将军 你们就退啊 你等等 你给我回来 我们现在呢 就是在广源蜀道上的建门关了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礼的关 就是指这儿了 为了更好的逛广源啊 我今天特意请来了 我的一位好朋友 陈亚川 亚川 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亚川 大将军 我们就上关楼看看吧 走着 亚川告诉我们 建门关依靠两侧的悬崖桥背而建 这样一手难攻的地势 也使得建门关成为了蜀道上 最为重要的关卡 在古石通过这里 就算正式进入蜀国了 川北门户的门 指的也是这里 如今的建门关 也是游客感受熟道 艰险刺激的旅游圣地 好玩的可多了 这修建在峭壁之上 只能容下一人侧身通过的鸟道 可让我们的记者出了一把冷汗 我真的腿都发热了 尔海拔1163米 长480米的锁道 则能让您一步行的视角感受建门天险 您看我们的记者都被吓哭了 感受过现代建门关的惊险刺激之后 亚川又带我们来到了明月侠古战道 据说诗人李白就是在这里写下了 蜀道难 难于上青天的家具 这段时间于先秦时期的古战道 至今仍保留着蜀道上最原始的风貌 您往这看 看到了 咱们脚下的这个横梁就是放在这里面 而且这个洞是遭于铁器时代之前 到现在它怎么凿成的都还是个未己之谜 是吧 你看这个小孔 这小孔是干嘛用的 这个木栓放进去它分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一个大的 而且它在一个大的上面有一个小孔 里边放了这个小木栓 放进去之后左右摇晃掉进去了 卡住了 所以说这个走蜀道难 这见蜀道还真也是不容易啊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看了这个短片我就有感受了 这么有特点的蜀道 会不会吸引很多的中外游客去看一看 的确是这样的 咱们的蜀道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的人 都很向往这里 但是呢在08年的时候 因为地震的原因 我们这里也受到了影响 不过在龙江省的原界下 两年之后又恢复了 而且地震后游客就更多了 地震前大概每年一百万左右 地震后呢就达到了三百多万 在我们这么多的游客当中哈 有一位我是印象特别的深刻 她是一个美国的老太太 然后她还有一个中文词叫贾和普 她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 她在过去的十四五年间来我们广园 来了有十一趟 她这十一趟都来都要上蜀道吗 对 为什么对蜀道如此的 我可以说用迷恋这个词来形容了哈 其实呢这也是有个故事的 因为贾和普他做历史研究嘛 在他上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是个小姑娘呢 然后曾经看过有一幅我们中国的名画 叫冥皇姓鼠图 然后其中呢 这个画有一段 他画的就是在一个悬崖峭壁上 有一条栈道 那个画看上去的感觉哈 就像是这个栈道在空中一样 贾和普当时说 这个一定不是真的 这绝对是这个画家自己凭空想象出来 一直到大概几十年之后哈 他都已经退休了 当时他就读到了人民日报的海外版上 有一篇文章 还有一张图片 他发现这个图片呀 跟他当年看到的那一段 居然那么的像 几乎就是一模一样 这个文章呢 介绍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广原有这么一段战道 由于广原特殊的地理位置 这里的许多古蜀道线路 至今仍致来往四川主要的交通线路 于是在广原形成了嘉陵江水道 仙秦湛道 宝城铁道 倩夫道 108国道 古义道 古京六道汇聚融合的奇特景观 堪称中国道路交通的活化石 那这神奇的蜀道 最早是何时开始修建的呢 究竟我们现场的广原文化学者 陈阳先生为我们讲讲吧 大概在2300多年前 在秦桧王时代 那么秦王和蜀王在打猎的时候就相遇了 秦王就问啊 你们蜀国怎么样啊 这个蜀王就炫耀自己的国家 说我们的国家非常的富饶 秦王这个时候就打小算盘了 他心想我要统一中国 我需要大量的后备这个补计 于是他就使了一个这个小计策 他让人在一个牛的屁股里面塞进了金子 他就对这个蜀王说 他说我们这里没有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有这个拉金子的牛 这个蜀王就起了贪念了 说那你送给我几头怎么样 那时候这个秦王说好啊 但是你把道路修好 你把从我们长安到你这个成都的道路修好 我就送一群这个金牛 蜀王就说那好那好 于是蜀王就派人修通了 从成都到西安的这个蜀道 这是第一次修 当然这个蜀道修好了 金牛没有来 秦国的大军来了 秦国的大军就把蜀国灭了 从此蜀国就成了秦国的从蜀国 谢谢您 好了 陈阳先生这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过蜀道 那我想请杨柳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景点 好不好 好的呀 你们要是来到我们广园的话 必须得去的一个地方就是黄泽寺 黄泽寺 这应该跟黄上有关吧 嗯 而且是跟咱们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哦 武则天 嗯 对 想不想看看武则天长什么样 嗯 这里边有 嗯 马上跟着我一块去看看 走 黄泽寺位于广园市西嘉陵江西岸 被考乌龙山 与城区隔江相望 黄泽寺原名川祖庙 是建于南北朝晚期 相传女皇武则天登基后 将这里赐名黄泽寺 寓意黄恩普泽 寺内不仅保留一千两百多座造型精美的佛像 而且还供奉有一尊女皇武则天的真容像 武则天就长这样 这也是咱们中国唯一的一尊武后的真容石色像 可是我觉得 这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 嗯 你看他的这个眼袋 在法令文 还有双下了吧呢 是觉得六千老太吗 是啊 这是他在六十多岁登基的时候的形象 哦 可是我看皇上 一般都是穿龙袍 为什么他是戴佛冠 披袈裟还戴佛珠呢 是这样的 武则天她是个女人当皇帝不容易 哦 相传呢 她是因为佛教的支持而登上皇位 那她自己也非常的信佛 所以说她就以佛的形象施重了 哦 那为什么这个武则天的会被供奉在这里呢 因为他出生在我们那儿呀 哦 出生在你们那儿啊 对 这个在咱们广人呀 这可是老少皆知 妇辱皆知的一件事 不信 你可以问问陈老师 哦 这个的确是 张折天的母亲是在四十六七岁生的武则天 实际上武则天的母亲姓杨 是一个爱学习的人 嗯 她们在封建社会 这个女性这个学问高了 她当然心死就没有在嫁人上 说到了三十来岁都没有嫁人 这个时候她的父亲在这个增高丽的时候 呃 战死了 战死了 她就到庙里去 待伐修行 为父亲的这个祈福还愿 那么这一修行呢 就十多年就过去了 那么这十多年啊 中国历史的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 就是唐朝代替了水朝 那么唐朝和水朝呢 这两个皇帝呢 姓李和姓杨呢 李杨本来都就是这个亲戚 啊 这个时候 这个唐高祖杨 这个李渊的一个最非常心爱的大臣叫武士约 于是由皇帝亲自作美 把杨氏嫁给了这个武士约 后来这个杨氏连给武士约 生下了三个女儿 其中第二个女儿 后来就成了一代女皇 武则天 好 谢谢陈先生 看来这把婚婉遇啊 在那个时候就有了 好了 这个广源 带给我们美景的同时 也让我们分享了 了解了那么多历史的故事 接下来我们去卢森堡 看一看有怎样别样的景致 卢森堡大公国位于欧洲西北部 与法国 德国和比利时接壤 是欧盟内最小的国家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 这里自罗马时期 便是西欧的军事中阵 众多保存完好的防御公事 使得卢森堡有着千宝之国的称号 所谓大公国首都的卢森堡市 就是一座因城堡 而发源的古城 如今漫步在这座 拥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城市中 您仿佛回到了古老的中世纪 富有比利时建筑特色的大公府 十七世纪的圣母院大教堂 老镇和街道 这些都是您感受卢森堡 城市气息的绝佳去处 而说到卢森堡旅游的精华 自然要数这里的古堡了 威严的要塞 斑驳的炮台 高耸的瞭望塔 都在静静诉说着这座城市过往的辉煌 我们的嘉宾潘雷在卢森堡流离期间 也曾探访过众多的古堡 他又会有怎样难忘的经历呢 这古堡其实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没错 看雷你有怎样的探秘体验呢 我们这次去了 真去了一个古堡 叫做维安登古堡 这个古堡就在卢森堡的东北位置 它以前是皇帝的一个行宫 关键是我到那个地方体验了一次当堡主 你感受了一下昔日宝主的生活 对 就是整个古堡里边的所有人跟我演一场戏 我把衣服换上 换成就跟那个三个火枪手势那种骑士团那样子 然后从屋里边跑出了一个我的管家 然后就说主人回来了 然后我就跟这都进去 带我到二层 看有一个大的平台 我往那上面一站 旁边那个我的管家就跟我说 您现在看到的 只要您眼睛看到的地方全是你的疆土 那叫过瘾 我说这么好的地方 我得睡在什么地方 他说您睡觉的地方比较特殊 您跟我走 从旁边一个特小的一个门 走到上面 楼顶上有一个大概半圆形的一个房间 进去了以后那是我的一个卧室 我就问他 我说为什么我走楼梯 我回我的卧室 为什么要走一个特别窄的一个楼梯 他说这样保护您的安全 在当年这个冷兵器时代 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卫宾 而且要找一个块特别壮的 他每天晚上是睡在那门口的 他等于是像堵门石一样堵在那 他就把那口给堵住了 我就可以在里边安心睡觉了 我说那我晚上门口那胖子在门口堵着 我起来要上厕所怎么办 我说我还给他踹醒了 他说您不用 您跟我来 往我的床的后边的位置走 有一个木的一个椅子 椅子跟其他地方椅子不一样 我们看我们这椅子是悬空的吧 翻底下是一石心的 他把这椅子盖打开 里边就是 就是一马桶 里边那马桶 他说我说那这哥的这里边也太味了 影响我睡眠 他说您放心 说这里边都已经撒上香料了 而且第一时间就会给您倒了把这东西 他说您看见这帽子没有 就说我戴的这沾帽 在古代的时候这沾帽是普通的老百姓戴的 我说这为什么这么不方便戴这么宽的一帽子 他说当年老百姓从古堡底下走 就是贵族会把昨天晚上那个尿盆 它从这上面往下倒 从窗户口 从那窗户口 有专门的一个像咱们垃圾桶的一个口 专门倒这个的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会被飞天爸爸击中 然后他就会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帽檐 那个时候是防止这个作用的 挺有意思的 而且现在这种方式已经成为一个当地的一个特色旅游了 好 那这个潘磊给我们介绍了 他非常精彩的 也让我们跃跃欲试享有的古堡体验之后 我们要请台下我们做的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刘花珍 给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在卢森堡会有这么多的古堡 那么我们可以从历史和地理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下 他这个原因 如果从历史方面来讲 就是说卢森堡在历史上 他曾经被很多国家先后占领过 那么当地的卢森堡人为了抵御外敌 就会建很多的城堡 那么如果从地理原因来讲 就是说卢森堡 他首先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国家 虽然这个国家他非常的小 但是他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的显要 特别是在这个冷冰期时期 他曾经在很长时间内 是西欧的一个军事要塞 他还有另外一个别称 就是叫北方的植布罗陀 那么他的这个地理位置呢 就决定了他要修建很多的古堡 来利用他这种天然的优势 那么说到古堡呢 就是咱们中国驻卢森堡大公国的大使馆 也在一个古堡里面 而且这个古堡非常的漂亮 然后每次卢森堡大使馆有活动的时候 我都会提前一点去 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没错 是吧 你也去过吧 我也去过 就是中国人到那个地方以后 看到中国的大使馆在国外边 这么漂亮一个 一个城堡式的大使馆 然后外面还有一条河 里边养着几只天鹅 那美景太漂亮了 你就觉得特自豪啊 对对对 特别美 我特别喜欢 它那个古堡外面有个小花园 然后他们会花特别多的心思 在那个园艺上面 所以我每次都会去 那个小花园里先散散步 然后再进去那个古堡里面 它装潢的也是非常的古色古香 就特别有中世纪的那种感觉 就是又有中国的元素在里面 然后又有特别中世纪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特别的让人印象深刻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观众朋友 如果是有机会到卢森堡去旅行的话 古堡是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景点 关注城市一对一官方微信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者搜索微信号码 CCTV4城市一对一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 广源的什么美食 让我们的记者晕头转向 卢森堡的美味 竟要趴着等 我就像被别人扔在马路边的一个矿泥水瓶一样 城市一对一正在播出 广源美食几乎融合了四川菜系的精华 来到这里您不仅能够品尝到 麻辣鲜香的川味火锅 也能够品味出川菜经典的原生味道 但是有一种菜品 可是令广源美食声名在外 就是它了 这就是你邀请我吃的广源美食啊 这不就是一碗黄冻吗 想吃好吃的就快过来帮忙啊 这美食哪那么容易能够吃到啊 先来体验一把咱们广源美食制作的艰辛吧 做美食 做什么呀 做豆腐呀 豆腐 豆腐用现成的不就行了吗 干嘛要自己做呀 那怎么行呀 咱们广源豆腐啊 好就好在这水好 豆子好 和这原汁原味的制作方法 哦 说的也是啊 嗯 那我给你试试 你先磨着 我去看看这锅准备的怎么样了 行 没问题 这边我们的记者还在辛苦的磨豆子 而另一边的师傅们就已经开工了 将细滑软嫩的豆腐切成各式造型 再经过川菜系精致的烹调 这简单的豆腐又会分化出怎样的美味呢 我看看怎么样了 嗯 我觉得得有一斤了 就这一点呀 按照你这进度 我们什么时候能吃上呀 你闲着 你试试 我呀 我还是给快进吧 上菜喽 哇 这么多菜呀 哪有 就一种 就是这豆腐 全都是豆腐做的 是啊 你看 这鼠门豆腐 怀菜豆腐 熊掌豆腐 风扇豆腐 还有这黄厚豆腐 哇 你这都是提前准备好的吧 刚才呢 是为了让你体验一下 做美食的不容易 那这也辛苦了 快尝尝吧 那我就试试这个吧 这个看起来长得不错 小纹豆腐 还长得挺像菊花的 味道怎么样 太好吃了 因为它这是油炸的豆腐 所以 它入口啊 就化了 而且它是酸甜口感的 你再尝尝别的 那就吃这个吧 刚刚你说是怀胎豆腐 对 它叫怀胎豆腐 这个豆腐特别的入味 而且是咸咸口的 大家看到这个 有豆腐里边 还有这个肉 这个豆味和这个肉味 浇在一起 实在是太香 太好吃了 这豆腐好吃啊 关键还在它 这个 这个能吃吗 能啊 尝尝 这也太酸了吧 这个是什么 观众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那那个杨柳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记者拿的是什么呀 这个呀 我们叫酸水 它是腌酸菜的水 但是呢 我们这个酸菜 既不是咱们知道的四川酸菜鱼的这个酸菜 也不是我们东北的那个酸菜 这是算是咱们广源特有的一种吧 这个酸菜它没有咸味 它就是酸酸的 为什么要用这个酸水来点呢 因为酸水吧 它点出来的这个豆腐呢 口感会带一点微酸 然后呢 又会比较的嫩 就是口感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跟我们的卤水豆腐 然后也是我们当地人特别喜欢的一种口味 哦 这是美食当中蕴含的智慧 对于咱们广源人来讲 制作豆腐的方法非常多 现在在广源还有什么著名的豆腐的制作方法吗 这样吧 我说一个在我们当地的这个老百姓那边一个故事吧 这算是一个传统啊 也是 话说呢 在以前哈 有一户人家 新媳妇过门之后不久 发现自己呢 怀孕了 那么在以前呢 我们这个农村的媳妇哈 其实现在也是啦 还是会干很多的农活 其中呢 有一些是比较重的活 但是怀孕之后 这个新运气的妈妈不能做这些事呀 对不对 我们要保护孩子 那可是呢 这个媳妇她觉得不好给公公婆婆开这个口 她就想怎么办呢 然后这个时候她刚好在做晚饭 就有这个豆腐 她就想了一想吧 嗯 好了 然后就把这个豆腐切成了这个方块 豆腐本来是平平整整的一个方块嘛 她在中间画一刀 然后呢 在里边塞上肉馅 然后再沾上这个粉 浇上汁 上桌 这样出来的一道菜呢 她就介绍了 嗯 这个今天晚上啊 我们吃这道菜叫怀胎豆腐 就是我们刚刚在短片里看到的哈 然后这个公公婆婆就开始想了 婆婆心思细吗 怀胎豆腐 哎 媳妇儿你是不是有了呀 然后这个媳妇儿就含羞笑了 那么所以从那以后呀 要是家里边有新媳妇儿怀孕了之后 她就会做一道这个菜晚上 然后一家人就知道了 就可以开始庆祝了 我们要有孙子了 看来广员人对这个豆腐的情感是非常的深 那么如果把它作为食品来讲 就是很爱吃了 嗯 为什么这么爱吃 我还是想请陈先生跟咱们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广员的豆腐啊 特别是这个建盟官的豆腐 它不仅是一种很普通的这个池的东西 它里面蕴含了很多文化的东西 那么大家都看过三国演义 都知道姜维的故事 那么当年姜维正守建盟官 那么魏国的大军 十万大军都包围了建盟官 前面我已经介绍过建盟官 那么就说在冷兵器时代 从正面攻克建盟官是不可能的 也没有这个记录 那么魏国的市民怎么办呢 说攻不克你建盟官 我可以包围你啊 断你的粮啊 所以姜维的部队 就是蜀国的士兵就断了粮草了 就没有吃的了 那没有吃的咋办呢 那么当地就有豆腐买 就有豆可以吃豆腐 于是姜维就把老百姓动员起来 为士兵做豆腐 那么人吃豆腐 马呢就可以吃豆腐渣 所以又坚持抵抗 但是这个大家知道 天天让你吃豆腐 可能再好的美食 也可能也很恼火的 那么这个时候姜维就让厨师变着花样来做豆腐 今天做一道这个美食 明天做到这个美食 比如刚才介绍什么怀胎豆腐啊 什么这样豆腐 那样豆腐 变着各种的口味来做豆腐 所以说传承下来到现在 我们广原的豆腐的菜系有三百多种 所以说这个美食都很好吃了 如果你们今后走到我们广原来 当然我们可能不可能把三百多种都吃完 但是你们一定要去品尝一下我们广原的豆腐 谢谢陈先生的介绍 刚才我们说因为是兵家的必争之地 因为有战争 昔日的战是为了生存 才有了我们今天一代又一代发展而来的三百多品种的豆腐 所以到那儿啊 我们吃这些豆腐也可以想想前人是多么的不容易而打天下 好了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看卢森堡的美食推荐 在卢森堡 小道餐后甜点 大道正餐菜品 人们无论制作还是品尝都会全情投入 您知道吗 在这个面积只有北京面积六分之一的国家中 拥有十多家米其林星级餐厅 是人均占有米其林星级餐厅最多的国家 足以见得这里的人们对美食的钟爱 卢森堡人的美食也是融合了法国的精致 德国的豪放 以及比利时的甜美 在这里来自世界的口味 都会在卢森堡人的餐桌上留下赞誉 我们的嘉宾潘雷曾在卢森堡品尝过一道美味 令他至今难忘 这会是什么呢 具体卢森堡有什么样好吃的美食呢 潘雷介绍一个你的最爱 刚才我们说到卢森堡的那个堡 接下来就要说卢森堡 森这个字 卢森堡另外最多的就是森林 30%的森林覆盖率 我们在那儿有幸参加了一次什么呢 狩猎 因为我在英国也打过猎 我觉得应该挺好玩的 会有一百多只那种猎狗跟着你 然后你骑着马 那边猎狗 把猎物弄出了以后 然后你就可以开枪了 我们当时去的时候 一人发了一杆猎枪 也给我了一把 但是我发现没有猎狗 总共就十几个人 然后就 我说有可能是不是猎狗坐这车先去了 到了这个猎场了 开始大家分配任务 给了我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在这个猎物走这条路上 如果大家都没打准的话 我是最后一道方线 然后我就盼望着 大家都没打准 最后我从石头后边过来 踏一下 然后把猎物击毙 就一直脑里想这个 这个想法持续了一个小时 这猎物就没跑过来 就实在等着我冷 也没事干 我就像被别人扔在马路边的一个矿泥水瓶一样 就在这待着 实在等不下去了 我就回去 往边上走 就找我的第二分队的那个点 我走我就吓他一跳 我看他自己也在那趴着 我就过去 他说你怎么过来 我说没猎物 也没人 没有东西跑过来 我说咱们那边不放猎狗 轰一下吗 说我们卢森堡人打猎是不这样的 我们属于在这等着 就是猎物只要从这走的话 我们才打 没有人去上那边去轰去 我说那这一等 等多少个小时 他说你就一天都在这趴着 一天都在这趴着 我说这没事干 我干点什么 你自己你想想 你想想家里媳妇 说你自己放放空 你自己在那跟自己聊聊天 都可以 我都觉得这太无聊了吧 这打猎 正在我们俩交谈的时候 山后边 打一声枪响 然后那边开始有不滑稽的声音了 开始说已经打着了一只鹿 就是正好在我们小分队的第三组的时候 那个位置 打到了一头鹿 然后大家就到那边的一个农家院 把这猎物到那了以后 开始用最 当地最特色的一种做法 西餐里边讲的就是封肉 就比如咱们中国人做肉的话 会把里边的血先放过来 但是欧洲人做饭的时候 他会把血封到里边去 这个鹿肉拿回了一块了以后 放到上下都有火的尖盘里面去烤 让把这个表皮只要烤干了以后就可以了 其实切开以后是血可以滋出来的 它为了就保证这种原汁原味 那鹿肉的腥气是非常大的 为了遮盖这个腥气 他用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 也是当地非常有特点的这样一个汁 他用什么呢 当地的这个葡萄酒 跟这个当年的李子 放在一泡 一泡泡一年 这李子呢 就被这个红铺子酒全部都给染的 像紫红色一样 然后他从这玻璃皮你把这个拿出来 再放上一点点糖和一点点香料 把它打完了一碗汁 一块鹿肉 然后撒上这个李子这个汁 旁边配的是什么呢 中国人特喜欢这个 五花肉 肥的五花肉 切成这个小丁 然后搁在油锅里边边 给它边酥了以后 放了这么点的一种跟面条一样 它面条长的 它给切成一段一段 这么点的小面条 搁在一起炒 炒完以后做它的配菜 第一口放进去感觉 味道特别的特殊 酸甜 然后第二口有那种肉的香味 那个也不会觉得柴 一点都不柴 新鲜的鹿肉 把外边的表皮封上了以后 是一层焦焦的那种香味 打开了以后 它是被那个李子酱的 那个酸甜的味道 把它的腥味给腌下去 反而那个肉是甜味的 很好的美食体 看来啊 这个吃鹿肉这件事 其实我也是从今天攀了一讲 我才知道有这样一个吃鹿肉的传统 在卢森堡 为什么呢 这个刘花真 为什么卢森堡人会有吃鹿肉的传统 刚才这个潘蕾也说了 这个卢森堡的森林覆盖率 非常的高 也就是说这个生态环境 非常的好 那么在这么好的生态环境下 自然动物也就非常的多 对 所以呢 人们这个打猎呢 首先 现在肯定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娱乐了 那但是以前呢 因为刚才在美景的部分我们也提到过了 人们需要比喻外敌 就其实打猎也是一脉相承的 就是说这个男人嘛 需要展示他们的武力啊 征服 以前征服人 现在征服动物 其实是一个原理 然后这个卢森堡的路呢 也是特别的多 而且路特别多的佐证呢 就是你在卢森堡这个地方 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 时不长的就会看到路两旁 有那种标志一个三角形 然后上面画一个奔跑的路的形状 一个简笔画 然后下面写一个数字 比如说1500米 这个就是提醒过往的司机 前方1500米有路出没 这事不是有熊出没 是有路出没 然后原来我一直觉得 它这个有路出没呢 就是这个路是一个代表形象 就是我觉得它只画了一只路 以下省略一万头 其他动物之类的 然后没想到 我自己没有开车的时候 没有碰到过这个事情 但是呢我其他同事 就真的有碰到过 在高速公路旁边 看到路跑过去的这种 然后我那一刻才知道 就是欧洲人 他们真的很老实 他们画的路 就真的是有路出没 所以我们也看到 为什么说打猎 打猎可以打很多种动物 但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个路肉呢 就是那个地方的路 真的是非常的多 关注城市一对一 官方微信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者搜索微信号码 CCTV4城市一对一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 广源人拔草也要唱歌 我死者大脑 不提起 卢丝宝的神秘舞步 跳跳更健康 防止传染病 城市一对一 精彩继续 说到这个广源的特色文化 亚川你要给我介绍什么 就在脚下 你这一说 不是又要爬山吗 豪草螺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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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草螺谷是什么 走 跟我去看看 唱得太好了 这就是咱们豪草螺谷艺术团 团长王翔 王翔您好 您好 我刚刚就纳闷了 这也没草 为什么要叫薅草螺谷呢 薅草螺谷 咱们这个薅草 它是给玉米地除草的意思 除草 是一个动词 那么螺谷就是 咱们在薅草的时候 为了鼓舞士气 咱们要挑螺 打鼓 唱山歌 那我也想试一试 你也想试一试 对啊 行吗 那你是试这个螺啊 还是鼓啊 这有什么讲究吗 那讲究可大了 咱们这个敲锣的人呢 他是必须得是一位 得高望重 能说会唱的人 对 那么打鼓的人呢 他就是比较聪明 聪明伶俐的年轻人 聪明伶俐的年轻人 这个听起来比较像我 要不我试这个吧 那我就试试这个 敲鼓 好 善言你敲鼓了 那我怎么办 这个嘛 你就耗草吧 来 王团长告诉我们 为了将这种传统的民歌形式 更好的传承下去 广云市特地成立了 薅草螺谷艺术团 用灯光 音响等现代化手段 将传统薅草螺谷中的 山歌 柴子歌 情歌等形式 翻上了大舞台 看这个短片里的薅草螺谷 你就不劳动 不薅草 你都坐不住 太有激情了 杨刘有没有现场看过 对 我们刚刚在短片里看到的 还是一种舞台的表演 那么我呢 刚好有机会 去年的时候 我们拍一个片子 就拍到了这个薅草螺谷 我当时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 原生态的这个薅草螺谷的表演 这个唱词呢 其实是特别有意思的 它都是用我们当地的这个方言 然后它有一些固定的这个调子来唱 而且呢 都是现编的一些东西 那比如说哈 我跟这个孟老师 我们俩是搭档 我们在这个敲锣打鼓 然后这个潘蕾老师啊 是其中这个薅草的人当中的一员 然后呢 这个潘蕾老师 昨天晚上喝多了点 睡得晚了点 早上这个太阳又大 哎呀不想干啊 我就偷点懒吧 我就慢慢的耗吧 或者我就不动了吧 好 这个 慢慢的 喝醉了的 喝醉未醒的 怎么办 遇着这样的 遇着这样的 我们不能放过他呀 然后我跟这个孟老师 我们俩就敲锣打鼓的 来到他的身后 然后就说 你怎么排挖子吗 你看你 你一气就像个甘蕾座 头大就像甘蕾座 对吧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说啥子吧 就说你这个小伙子呀 站起来就像一个枯木桩 然后这个坐下来呢 就像一个死木堆 就是砍过了的死木堆 就说您不动是吧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坐着的刘老师 就是陈老师 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就笑了 因为大家都熟人嘛 就笑了 哎呀 这个小伙子 不行不行 然后大家就取笑你了 这时候 潘老师脸上 肯定挂不住了呀 哎算了吧 虽然这个酒还没醒 我也还是薅着吧 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继续干呢 所以说我们这个薅草锣呀 它其实是在大家这个繁重 然后又枯燥的 这个干农活的时候 给大家提个劲 然后给大家找一个乐 这个广言人的智慧 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你好了我表扬你 你不好我批评你 对 真不好意思 不好好表现 对呀 所以干活就会特别快的 嗯 薅草锣骨 那这么非常这个 应该说是很智慧 也很有意思的薅草锣骨 是如何起源在这个广源的呢 陈老师 这个薅草锣骨啊 在全国的很多地方都有 嗯 它某某广源的薅草锣骨啊 它就和其他地方有不同的支处 因为它这里面有个传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唐朝发生一个重要的事件 就是这个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呢 唐明皇 那唐玄中 就从当时的长安 到我们四川来避难 那么他当然心情很不开心 他进入到我们四川广源以后 哎 突然遇到了春根 看到这老百姓都在边劳动 边唱歌 唐明皇本身就是个音乐家 他一下到了四川以后 看见了老百姓在劳动的时候 这么开心 所以他的心情也变好了一些 但是他又看见 大家唱歌也不太着调 于是他发挥了他的音乐家的这个天分 于是他给我们改了词 还定了调 他加上了锣 加上了鼓 也就是说在大家在干龙活的时候 为了消除疲劳 为了鼓励厚劲 为了表演先进 这样边打锣边唱歌 这样劳动起来就会疲乏 所以这是我们广源 这个好草楼部的一个特色 好 谢谢天阳先生 这里就是广源的特色文化了 我们再去看一看 卢森堡有怎样的特色文化 看过了卢森堡为人的古堡 品过了鹿肉的美味 接下来 体验一把卢森堡特有的 埃西特纳赫舞步吧 您是否也会奇怪 这些人为何要这样呢 每年初下 至少有一万三千人 会汇聚到卢森堡的街道 身着白色衬衣 拿起白色手帕 在乐队伴奏中 共同完成这世界文化遗产的仪式 街道上的白色队伍 令整个城市沸腾起来 那么这神秘的 埃西特纳赫舞步又有什么讲究呢 这个舞蹈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像一种队伍的行进 不像舞蹈 不像这个浩草罗谷那么的激情 你有没有体验过呢 盘雷 没错 我在去卢森堡的时候 就有这样一个活动 音乐起来了以后 就开始有一种 我们看似非常简单 但是比较复杂的一种舞步 复杂吗 看起来就是左移右移 你觉得不复杂吗 那谁还不会左移右移啊 那来吧 这就跳上了 来吧 我还带了这个什么道具 参金纸啊 不是参金纸 人家这要拿一个白色的手绢 对 你拽着这头 然后呢 这白色的手绢呢 你拽着这头 你是从吃鹿肉那地儿顺的 对啊 注意啊 舞步非常复杂 舞步非常复杂 没事 你们跟不上 能学习 行 好吧 来来来 音乐起 注意了啊 要复杂了 身体有复杂 对啊 就这样 脸上要挑一天 真的吗 对 然后必须得吃点鹿肉 补充一下 对 谢谢 你别说这舞步 还挺耗体力的 看着挺健康 应该还是挺减肥的 对吧 虽然不难 但是需要你的一种 持久的身体的控制能力 对 但大家 你们有没有觉得 奇怪是我们手里拿的 这个手帕是什么意思啊 对 奇怪 为什么大家之间 拿着就是一个手帕 然后不是手拉手 这种叫 对啊 是吧 嗯 问问观众 也三个答案吧 好 好吧 第一个是为了庆祝丰收 第二个是为了 庆祝战争的胜利 第三个是 是防治传染病 谁要是答对了 我就把这手绢送谁 好 来 勇敢的擦一下 没关系的 来 好 我觉得应该是庆祝丰收 庆祝丰收是吧 对 那您能说说 为什么庆祝丰收 要拿手绢吗 大概是为了怕身上脏 想擦一擦吧 他应该跳的时候这么跳 跳完以后就可以这样了 跳完以后啊 对对对 好 请坐 谢谢你 樊磊正确答案是什么 我们问问台下边的 真正在卢森堡待过来 那你第一次让刘花真说 刘花真说 正确答案是什么 华真 我能说这三个都不对吗 不会吧 咱们就这么说吧 就是第三个答案比较靠谱 就是防治传染病 比较靠谱 为什么呢 这个我从头说起啊 咱们这种埃西特纳赫五部啊 它的起源很多 但是呢 就像所有的这个传统一样 可能你考证不到 特别确切的一个起源 它可能有很多种说法 但是呢 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 是为了纪念一个修道士 而这个修道士呢 它在这个防治神经系统的疾病 特别是癫痫方面 做出的这个贡献非常的卓越 那么就是说这种五部 跳这种五部啊 是能够帮助这个 得了癫痫的病人来恢复 就是像一个康复训练的这种感觉 然后当然了 咱们正常人也可以跳啊 就是可以预防癫痫 我们今天都预防了一下 对对对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本来是手拉手的 但是呢 因为人太多了 你手拉手的时候 就不方便活动 然后就会不灵活 所以说最后人们就拿手绢来代替了 所以真实的拿手绢的答案 是让队伍整齐 每个人也更灵活自如 对 好 谢谢刘花甄的介绍 其实你看 无论是广源的这个薅草舞 还是卢森堡的这样一种特色舞部 它们都不是一个新兴的文化 而是这么多年老祖宗的宝贝 咱们就一直留了下来 它虽然不复杂 但是我们的传统 我们就坚守的传承 这就是我们这个城市虽然不大 但是宝藏 我们都是要爱护的 城市一对一 品味城市魅力 这里就是今天的节目 感谢每一位观众朋友们的守候 感谢嘉宾的到来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中国康定被称为情歌之城 但您知道 这里的美景又有何震撼之处吗 我觉得这雪山的美 真的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 美国夏威夷是蜜月度假的天堂 但您知道 这里还有水火相容的自然奇观吗 有水火相容的景致 水火一般不相容 城市一对一 带您走进冰火双城 令人鲜为人知的独特魅力